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女方王女士 男方刘先生 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是一直感觉到我老婆对我的要求比较高 我的诉求就是说 她能够对我对我们家庭各方面都要好一点 她很多事都是因为她在了解这个事情 你的意思是都是她觉得有问题 我觉得她的性格比较强 说我强势都是她一派服务员 你对我的态度 我肯定我态度也对你不好 他们一家人就不怎么待见我 包括她自己在内 她比较偏谈她家里那边 我的诉求现在就是 如果都说解决得了就解 解决不了的话离婚 因为丈夫和自己不站一边 王女士心如死灰 决定放弃这段婚姻 婚姻放得下 委屈却难翻篇 她在婆家的遭遇 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当初公婆一直是和小叔子住在一起 2007年公共去世后 婆婆突然提出了想担过 她就跑来跟我诉苦 她说那两个小的怎么不好 我又帮她带小孩 又要帮她搞卫生 又还要垫钱 他们两个的还不对她好 怎么怎么样 就想到说我要单过 我楼上就有个隔夜城 她说要到我那个隔夜城那里去住 当时的刘先生在外打工 王女士心想 婆婆既然决定选择他们家 帮忙带孩子也是顺手的事 可没想到婆婆的回答 让她感到一阵凉意 我说要不就这样子 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因为我只有一个小孩 我又想到我说 干脆就去我老公那边 看能不能摆个第二胎 我说要不你就住到我自己家里来 我说你就帮我带 那个生活费你不管我们管 她一句话 不行不行 不带 我说住我这里 我给生活费 你都不帮我带小孩 说不定她就不重视我们 打电话她跟我吵架 我妈妈为什么不给我带孩子 她当时打电话 她说因为我弟弟的小孩更小 她还要带一下 因为我弟弟还在上班 立席也上班 不是 当时她是这样子跟我讲的 两个人都一起煮饭吃 就是你的也可以上来吃 不是你妈妈自己提出来 不跟你弟弟他们住要住出来吗 毕竟都是自己的孙子 但是她心里面就是感觉到对我们不公平 所以在你心里并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确实也有偏心这个原因 当你也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你和她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理解她互相安慰 还是说如她所讲的 你完全不管她的感觉 反正这个打电话会不会骂我 没有骂她 你罢了罢了 我反而是做了好人 都变成是里外不是人 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 当时我是想 如果自己都能够带 就自己带 靠自己的能力 有些事 毕竟自己的父母 我跟她说了 我都算了 那些东西 她就不作为 所以我也后面 慢慢我自己就知道了 怎么回事了 在这个家庭中 真的没有位置的 刘先生深知 父母从小就偏心 对她就不是很重视 常年如此 她也就妥协了 所以即便母亲 不帮自己带孩子 她也不会去 为自己争取什么 但这一切 对于嫁到他们家的 王女士来说 是接受不了的 特别是婆婆后来 真的把小叔子的孩子带来 一起住在了自家阁楼里 王女士心里 是越发的不平衡 等住我阁楼那里 你又要帮小的带 还要帮他们给生活费 我心里肯定就不舒服的是吧 婆婆不是不愿带孩子 而是不愿帮自己带孩子 王女士觉得 婆婆太偏心 而最终让她伤心的是 在娘家至亲病危时 婆婆的表现 提起这件事 王女士是心如刀脚 在现场替泪横流 我弟媳妇 生病了 他们打电话来 叫我去见她最后一面 那时候我还买了云首饰 买了个云首帚 我就送给她 我说我弟媳妇生病了 我说小孩子要 要你到她那里去吃一下饭 当时她答应了一下 她说好 但是第二电了 就马上说不行 结果我弟媳妇走了 你没见到是吗 我妈妈就很伤心 哭得很厉害 因为我妈妈没什么人安慰 我就很想去到她身边 她那时候在福山 在福山离我妈妈 那里就很近的 我是想她先去 她也没去 当时我打了电话给她 她说她是休息的 她不去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 你知道我当时 我的妈妈是怎么样的状态吗 我妈妈也是本死过去了 几六十几天 我就带我儿子一起去的 她根本不是帮一下 我两家也半步 她特意给你妈妈买了镯子 是希望妈妈能帮忙带一下 她要赶回去家里有事 你妈妈为什么发音了又拒绝 因为我不带一下 我只是听她说了一下 因为这都是临时的提示 她不可能说不带 但是她根本都没带过好不好 有煮饭车给她吃 那时候她有吗 究竟弄清楚没有 这个我不记得了 应该她去了以后 可能肯定是在我妈妈那里吃饭嘛 你睁着眼睛说下话是不是 刘先生心里是没谱的 家里的事她根本不管 都是推在我 好 那你自己的事情总可以解决吧 你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前一天她没有说 我已经去到深圳了 那也可以去啊 不管你在哪儿 我对这个东西我比较欺负 就是怕这种事 说实话 你会怕是因为 你没有把那个当作你的家人 因为谁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让她怎么理解呢 这是我自己的错误 这件事情事后 你也没说什么做什么呢 我一直能是安慰她嘛 没有 全部都没有 她一直在伤害我 她一直都没意思 经历了这件事 王女士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 对婆婆从不满到了怨恨 对于丈夫 她也是失望透的 她决定把婆婆扫地出门 当时我是这样明确地跟他们讲的 如果你要带他们的小孩 你就直接到她那里居住 让王女士没有料到的是 婆婆没有选择 一心顾念的小儿子家 而是搬到了他们的头下 刘先生的大哥家 依旧和婆婆同住一栋小楼 抬头不见低头见 薪酬就怨 婆媳之间分外也同流 仅仅因为在王女士家楼上的天台 晾晒衣物这样的小事 婆媳二人都能大动干戈 她们晒腊肉腊胃在上面 晒了十几天 明天我要洗被子那些之类 我就跟她讲 或者是前天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去跟你妈妈她们讲 把那些东西收一下 我说我要洗被子 但是后面我洗了一大堆东西拿上去 他们那东西还在那里 就有来火了 我就这样子讲 我说提前通知也是这样子 每次都是这样子 我说我就不管了 如果再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它全部丢到门口去 那个老大的老婆就听到了 她就在哔哔巴拉走上来 很怒气冲冲这样 就直接直呼网民证 不是我怕你这样子 没有一个好态度 我妈妈当时也不在家 她就出外面去了 我也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放到边上放一下 她就一直就说 她不是临时通知的吗 她可能就是说因为没晒关 她就是说放在边上晒一下 应该也没关系 我感觉我们都是一家人 因为她的性格比较强 本来她放在那边上 她有尊重过我吗 你的被子只能晒在外面 她放在边上也没关系 本来我就觉得没问题 就他们就在吵了 但老大的老婆 为什么要这种态度 我就想问你 当时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 这说明什么呢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肯定在那里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大大声声在那里 我大声管你管他 怎么是你 最起码你做你这样子 最起码你要回来 你要跟我讲 好生好气地讲 哎呀我们放在这边上 如果不影响就算了 你为什么一上来 就直呼网民证这样子 很难啊 太东西就是自己主人那样子 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这种 不是一次 你说我扫文大也好 怎么样都好了 真的 不是一次的问题 事实的话是我大嫂的问题 他们确实是对他的意见不好 这个事对他太多话 你后来怎么处理的 后来因为这个事还报了警过来 是啊 是啊 是我打的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撕捅出去 因为我已经 你想告诉大家什么 大家来评一下理由 意思是 这个警察也家务事 你说怎么去处理 他的态度 语气 一直都很重 只说我妈妈 就是这个老的怎么样 这个老的对我们不好 他就是这样子 你要有妈妈 骂我的话 我会这样说他不好吗 他就说我要搞死你 这样 我们都互相的对 你妈妈也是一个不让步的人 这就是哪个人都不让对方 我只能拉开他们 从三楼一直跟到一楼来 还跟那个院子里面 在那里吵 他一直在骂我 就解决在这就没了 就没有了 一直都是这样 就很僵 因为他就是做法 比较冲的那种感觉 他有什么事 他就要你解决 就要解决到底 刘先生话里话外 都埋怨着妻子 太过强势和计较 但他却没有听明白 妻子王女士 真正在意的点是 自己没有得到 婆家人应有的尊重 丈夫的不理解 加深了王女士心里的委屈 每每想到这些 王女士都痛心疾首 他们一步一步地 这样子来逼我 而让王女士绝望的是 丈夫会为了婆婆 对自己挥起拳头